东部舰队磐石舰确诊风暴 引发社会关注 指挥中心将磐石军舰上全员 采血清验抗体 就是要揪出无症状确诊者 它有可能只有这一个实验室被验出来 另外两个实验室没有 那当然是上一时的实验室 都验没有的是比较多了 将全船总共377人血清抗体 送到台大中研院 以及昆阳实验室轮流进行检验 但数据结果有落差 10个多一个它有9个 在一起交集很大 那现在之所以困难是 连级比较大 交集不是很大 采质中表示 因为每个实验室检验的方式不一样 某些血清可能验出阳性 有些却没有 出现结果落差的状况 还需要专家持续讨论 那我相信这个判读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认为除了不是说只有看说 痒痒阴阴阴阳阳阴阴阴 到底谁有谁没有 持续的先后 那是IGG还是IGM 还有它各种的一个强度的各个不同 比对PCR的阴性阳性结果 接着比对免疫球蛋白 确认有抗体的冠冰染疫时间 另外WHO指出 有抗体不代表免疫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说到 可能会影响未来的防疫策略 不过指挥中心也表示 一切策略的改变和疫调结果 都需要专家获益之后 才能进行公布 接着陈医生万事爱三军小组 太被参与了 太被参与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